回去筛选门牌号码 这个地方特别是关键字 关键字不是加一个X就好了 criteria 可能你要记得 上面有写关键字 比如说我要想要找中华路好了 中华路这边的房子 那你当然可以 如果你没有用关键字的话 你可能找到的就是没有 所以中华路 这个时候中华路就帮我找出来 所以很快 而且我这边是按照总价递减 递增排序 所以排序也非常重要 你找完之后如何可以也帮你排序一下 因为如果你没有排序 这很不好看 老板一定会跟你讲 这怎么最后给我资料没有排序呢 我希望按照哪一栏就帮我排序 那一目了然马上可以看到 他需要看到的data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最关键的地方 主要就是在这个地方筛选门牌 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方加这个 等于信号end这个 然后再加一个信号 这个可能在云端上面 在云端版本上面也可以查到 其他基本上也没怎么改 我只是说把范围通通改成current ratio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用 另外这个排序部分我把它再加一下 其他的话就是再加上一个筛选总价 比如说你多少钱可以买到房子呢 当然现在在台北 没有个1000万应该买到什么房子 那也没有500万以下的 各时百千万十万 100万到500万 如果你有500万千万十万百万 能不能买到房子呢 可以 多少房子呢 还蛮多的 不过都应该 这个 这个 这什么 房子 5楼 有100万的吗 103年 正大 不过印象中好像就是说 像这个正大这边好像是什么公墓附近吧 还是什么 土地 不是土地 这是车位 车位100多万 所以一样可以找到 如果可能你筛选条件 也许交易标的 就是只能是 什么房地之类的 OK 那至于其他的话 还可以什么 区 比如说我想要找哪一区 跟哪一区里面的总价 多少到多少 那一样可以再增加一个筛选的按钮 其他也许 因为时间关系 剩下部分 请各位就自行再完成 那下一次的话 我们再来看有关 如果从网路上再捞取资料 那其实还 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跟云端硬碟做结合 也就是你的资料可以把它放云端 然后大家 如果要更新最新资料的话 可以直接去抓你云端上面的资料 来update 成最新的data 那云端也可以拿来当成 你的资料库 来源资料库 因为以前我们资料库有没有 一样嘛 我们去把资料放到ecell 但是如果说你将来不想要去抓资料库 你也可以抓云端的资料 那来源可以从云端硬碟 ok 所以今天的话也许先到这里 那下一次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抓网路资料 但是 因为我刚刚讲过 那个强项 还是拍摄比较厉害 所以呢 我们也许 针对比较强大的 比较弱的我们暂时 也许大家点到为止 或者我可以提供给你们一些 我写好的程式 不然那部分实在是真的太 复杂又很难 所以这部分 我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那回去的话 尽量还是把这个练习一下 ok 好